大家好 我是肯肯 这里 是一世道游的梦境吗 这是真的安宁 哥哥 我会说话 你女朋友不会生气吧 这两年呢 我们在网上淘的这些 时尚复古小垃圾 终于要把我们这个柜子填满了 那我们今天 就来跟大家一起看看 这个柜子有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哥哥 我会说话 你女朋友不会生气吧 哥哥 哥哥 这个柜子厂 最早发售的相机是70年代 最新发售的是今年2021年 跨度50年 但是它们都能正常使用 没有任何大的损坏 做宝夜来系列视频呢 也有一年多了 不知道大家是从哪一期视频 开始关注我们一时导流 这个小频道的呢 每一期的视频 我们都会花费很多的心血 和精力去制作 有的时候可能为了等一个天色 就要等好几天 如果要拍下雨天 这类比较 泥泥的场景 我们也是两个人 就自己背着大包小包 然后充当浮化道去完成这些场景的拍摄 然后为了制作感视频 也会熬好多好多天的夜 经历过这些视频创作呢 我们太明白同行人的这些累和辛苦了 因为完全就是感同身受 每一期视频我们都有非常努力的做到 让自己满意 上传发布的时候也非常期待 可望得到大家的认可 非常感谢那些在我们视频下面留言 或者是在弹幕上支持我们的 也有很多私信我们的小伙伴 但是说实话 每一次的反响 总是和我们的预期相差挺多的 每次看到这种结果的时候 肯定会难过很久 但是我们会快速的搭起精神 思考总结 努力的投入到下一期的制作当中 想如何能拍出 让更多的人喜欢的视频 就在这样努力 干篇 清晰的发布 期待 失望 思考总结 再次的 打起精神 这样的循环呢 也有两年了 但是呢 我们连最初的两万分的小目标 还没有达到 2020 2020长粉不停运势倒流 一起加油 虽然一直是Pi的博主的定位和身份 但是我们也有一直在尝试 新的题材和领域 之前呢 有拍过BGM 不光不景的分享 或者是给大家讲一个完整的故事 毕竟身居 数码区 任何的影视啊 或者是摄影后期相关的题材 我们都想试一试 各位想看吗 可以在评论区 告诉我们最想看的题材是什么 当然做了这么久的一次成像 撇开这个标签不谈 本质上呢 我们就是想要传递那一份 你在新事物中感受到的愉悦和惊喜 用我们良心的制作 把完整的作品和视频呈现给大家 我们也非常的想要更多的人看到 我们的视频和作品 所以 拜托大家了 为了感谢大家的三连 我们决定在下一期更新本频道 播放量最火IP牙医机第三机 一个生产病运套的厂商做出的牙医相机 会好用呢 下期揭晓 你不关注 揭晓什么带头鬼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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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朋友们下期再见 再见